由林心如制作及主演的《華燈初上》 光光入圍11項金鐘大獎 Rose媽媽和蘇媽媽也從戲中搶男人 延續到戲外的網內對打 將要一起繳足事後的寶座 而林心如7號雖然在工作中 還是非常關心入圍名單的直播 她發文寫下一整天心情高低起伏 內心小劇場不斷 偏偏又是在工作中 工作人員降低了直播的聲量 但就在聽到林心如那三個字的瞬間 終於還是忍不住衝出化妝間 感受那真實 從影片中也可以看到 她蹲在地上緊盯直播的畫面 戲劇節目獎入圍的由 淑女養成技二 茶姬 逆菊 斯卡羅 還有華感 整個團隊都興奮到尖叫 而賈靜雯、侯佩成等人也在底下留言 恭喜 實至名歸 狂少入圍的消息也傳到大陸 林心如入圍金鐘獎最佳女主角的關鍵字 一度登上微博熱搜冠軍 但沒過多久突然又被消失 之後再打關鍵字 已經無法載入相關訊息 不過搜尋林心如的微博和相關話題 還是一樣看得到 因此無故消失的原因不得而知 紅雷 有白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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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見